AI熱潮狂襲全球 但是美國這個時候 又開始開新的戰線了嗎 今天的華爾街日報最新報導說 白宮有可能會擴大 這個AI的晶片送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一招商人也自傷 越包含微軟跟亞馬遜 都有提供大陸企業雲端的服務 恐怕重創AI伺服器的供應鏈 那台基建創辦人張宗摩 昨天有出來喔 他說啊 中美再這樣打下去 科技業的全球化 恐怕提早死亡 我想問傑民哥 張宗摩這段話說講得有一點重啊 是 應該說是非常重 非常重 因為張宗摩這次 他這第二次講了 上次在美國 就直接跟美國的記者說 全球化已經是死掉 他直接不用客氣 因為張宗摩沒有什麼好在乎的 那這次在工商協經會 他們開年會 那當然就是眾勳雲集 一定要請這個張宗摩來演講 果不其然 好 張濤報又開炮了 他就直接說一句話 國家安全現在已經優先於經濟 優先於科技了 現在這些東西都不重要 國家安全就是已經駕於 全球化的一個之上 那所謂全球化是怎麼簡單 是怎麼簡單 我的人工便宜 所以你設備到我這邊來生產 但是我這個化學藥劑兵力強 那你就來我這邊生產 你就不要生產了 這樣大家的成本都會降低 產品就會提升 但是對不起 以現在所謂的就是 國安為邀請的情況之下 即願中國具有什麼樣的特色 他們都決定我不跟你往來了 現在直接雙方已經沒有合作 就叫做競爭 那他也解釋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競爭的關係 基本上就是要 修習抵德的陷阱 意思說在過去歷史當中 其實都有一個國家是霸權 但另外國家崛起 當一個國家大的時候 看到另外國家崛起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用各種競爭方式 把他壓下來 其中戰爭是一種方式 當然張中某說 這不見得會戰爭 但是競爭一定有的 但是你知道張中某講完之後 話風一轉 直接講開炮美國 他說台積電去美國 基本上這個問題很嚴重 他說以美國現在技術來看的話 在台灣早就已經可以蓋梁桌廠了 到現在一個廠他還蓋不好 他就單指像這個無城市 美國還有都沒有幫忙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派勞工去的時候 他還要叫我們簽一個叫做 非移民式的勞工簽證 在搞什麼 你知道張中某真的很生氣 他真的很生氣 就是說當初講好的禮遇 就好像都沒有 都打折了 而且張中某還說一句話說 我們當時把台南的 5奈米的機器設備 千里條條送到你美國裝機有沒有 你拜登也來了 這個所有各個 包括NVIDIA的執行長都來了 竟然講了一句話說 工會也很重要 他說工會罷工我台積電怎麼辦 他很生氣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這時候你跟我談什麼工會 是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接下來我要談的事情 張中某這個叫小事了 因為這個只是你的工程比較慢而已 你可以稍微延緩你的生產 但接下來我要談的事情是 直接讓這兩家公司重創 我們知道在美國 有兩家很重要的雲端公司 也是我們台灣主要的客戶 一個就是Amazon 跟一個是微軟 我們知道Amazon的股價 為什麼本益比金 到那個一百倍 兩百倍 甚至沒有本益比的情況之下 就是因為大家看好的 不是他電商 看好在雲端的布置是 南博萬 AWS 而且你知道每次 美國有伺服器的這個競爭的時候 都是由Amazon跟微軟來競單 但不論怎麼樣 不論他們誰競單得標 最後都是台灣 Amazon只有一家廠商幫他代工 就是廣達 微軟大概都養了我們鴻海 音業達這些 都是由微軟來養的 好 那我講這麼多 在說什麼事情 他們的為什麼那麼強大 除了美國市場之外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在中國 中國大陸很多企業 都用這兩家的雲端服務 對 要這雲端服務 幫他做衍生性的計算 什麼之類的 好 那這個情況之下 問題來了 大家你看這個份額有沒有 這個份額有多可怕 這麼大一塊 全球雲計算的 雲計算的市場份額 亞馬遜跟微軟就佔了超過一半 沒錯 那在這個中國 Amazon也有一定的份額 但我要說一句話 其他你說看到這什麼 阿里雲什麼之類的公司 但是未來他沒有 在A100的合作之下 他的雲的計算能力 是不如 像是Amazon跟微軟的 當然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對於所謂的 微軟跟Amazon 他們也看好了中國的市場 要不然比爾蓋茨 幹嘛去中國呢 對不起 這是一通殺 你將來也不要想在中國 做雲服務了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件事情呢 這個雲服務到底怎麼回事呢 話說 原來這個原因是因為在中國 我們知道2019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開始禁止一些公司 來做這個 例如黑名單 其中最著名就是柯大遜飛 柯大遜飛 基本上早在2019年 就變得列黑名單了 所以他早就不能取得A100 甚至後來A800 他通通不取得 只要美國的晶片 無論是這個MD的 或者Intel的 或者是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NVIDIA 你通通不能取得 怎麼辦呢 但是問題來了 這柯大遜飛 基本上現在還在運作 而且還不斷出現新的商品 那不是都不能用那些 一級大咖的晶片嗎 它怎麼運作 怎麼樣做服務呢 漂亮 你問到重點了 因為他繞道去取得第三端 第三方的雲端服務 指的就是微軟跟Amazon 他們買了大量的這個 NVIDIA的晶片 所以他會透過他雲服務 繼續做演算 繼續提供他的這個算數 提供所謂大數據 還有所有的超級電腦的供應 所以這個情況下你看 他職業租用的是 透過雲端租用這個A100 所以現在狀況怎麼樣 美國的說法很簡單 我不但車不賣給你 連你租車的權利都沒有 這夠不夠傷 事實上這確實是狠殺 因為說那等於你盡力沒有用 你不讓我買 我繞道可以買 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這麼說一句話 現在就要看 到底未來他所提出來的 這個趕超CPT的實際邊講 可不可以成功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拜登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是因為柯大勳飛 自己發展了一個雲 原來這故事背景是什麼 就是他們老闆很驕傲的 這個你看畫面 他做了一個這個 未來他要進入 這個CHAB GPT 類似的一個人工智慧 跟CHAB GPT對抗的 對 沒錯 那他就有一個 一個新的軟體 叫做星火APP 遜飛星火 遜飛星火 那星火呢 他直接把時間都講清楚了 好 他說6月9號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 對話跟數學的能力 好 那8月15號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 所謂的這個代碼的 這些改變還有多模組運動 簡單一句話 就是說我就是要做到CHAB GPT了 那6月9號他也展示了 而且展示讓人家意外的事情是 他真的可以立刻即時回答 大部分的問題 而且重點 他的功能比5月份更進展 這個消息傳到美國了 美國就納悶了 你不是沒有A100晶片嗎 你怎麼可以抓這樣算 你不是沒有H100晶片呢 你竟然還可以號稱 在10月24號的時候 可以跟CHAB GPT相提幣論 迅飛的星火他有多厲害 舉個簡單的例子 老闆叫你一半天加班 不給加薪 很難回答吧 對啊 你就把這個題目讀給他 他還幫我回答 他幫你回答 而且你不滿意還可以再問一次 教我怎麼樣拒絕 對 好 那譬如說男朋友要交女朋友 一起出去吃飯 這女生他今天有事 他不能出去 那怎麼辦 也可以教我怎麼拒絕 回應的不好 會死掉的 所以 那一樣道理 他們現在要訓練到什麼程度呢 將來他們還可以幫忙 就是替代人工直接寫 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些IP 這些所謂的方程式這些 這個當然對美國來說 當然是很擔心 但是你知道嗎 天不轉 人不轉 路轉 他們現在我不用你的雲了 我直接做一個叫算力租賃 算力租賃 簡單一句話 我直接 你現在不能用我的雲 但我A100可以租賃 我現在是A100放在雲端 然後現在這個雲端都不能使用 但我A100晶片可以單獨租賃 所以你知道這個效益出來之後 不得了了 中國一堆的上市公司 因為你不是只有晶片 你周圍要配合電力 還有周圍這些廠商要合作 這個算力租賃一出來之後 他們又覺得人生又有希望 但我要說一句話 會不會又被禁掉 這不知道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這個情況下 對中國來說影響很劇烈 但我要說一句話 絕命殺不在這裡 這些東西都是小事 中國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自己做晶片 對 算數的問題 好 如果真的不能算數 那至少我的晶片要做得出來嗎 單問題來了 我們知道前陣子已經傳出來 這個 艾斯莫爾已經禁制的DVU 就低階的光刻機也不行了 現在最可怕的事情 那光刻機沒有 比如說282奈米以下 你國產不可能 他們只能做成熟製程 先進製程沒招 28以上還可以做 但是你知道嗎 這一次日本已經決定了 他們決定要把他們所有的化學藥劑 就是怎麼對付南韓的方式 要對付中國 你還記得嗎 他們不能出口去中國大陸 對 三年前的時候 因為這個我們說二戰之後的一些問題 對 那麼雙方韓國 南韓跟日本 不是有這個有糾紛嗎 那麼日本的話不說 就把三個關鍵 特別重要是腐化氫 腐化氫在清洗 你知道在我們製作這個晶圓的時候 上面會有一些雜質 對 每次過程當中要清洗 清洗也不乾淨 你這個晶片就報廢了 所以他直接說 氛化氫跟其他兩個產品 不准賣到南海 那一次讓三星慘斃了 他的那個給高通的那個 就是那一批全部報廢 好 現在這個事情要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日本那個前段 所做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我們說化學藥劑 你知道那個矽 從砂石要變成一個矽晶圓 它要清洗 要磨 這個要把它這個磨 還要沉澱 然後結合成一片晶片 這需要許多的化學藥劑 對不起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 你看紫光這幾個產品 我們剛才講的 包括我們說的這個EUV的光氛膠 光氛膠 還有我們說的這些 其他這些膠 就佔的份額幾乎是百分之百了 至少80以上90以上都是日本來的 全部加起來 在全球的百分之五十 而且這為什麼是百分之百 因為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做出比它更好的東西 所以這告訴你一件事情 總共有14的產品全部是由日本企業來主導 對 它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告訴我們這件事 中國恐怕不是28奈米以下製程做不出來 恐怕要打回只剩60奈米的製程 因為60奈米以上的製程 基本上來說 比較簡單的化學藥劑可以處理 你越精密 你越要的是日本的這些膠膜 而且宣判死刑日子可能就在這個月的23號 沒錯 而且告訴一件事實多可怕的事情 他恐怕連家電用的晶片都做不出來 對 這事情太誇張了 當然這個事情最後的背後原因是因為 日本決定先從光阻劑著手 光阻劑其實你知道 在整個半導體生產過程的成本 就高達35個百分點 你知道這東西有多重要 所以基本上告訴大家 現在美國是先自損500 台積電也就不要哭了 但是日本更傷 因為他們是主要賣給中國跟南韓的 他現在中國生意不要做了 就是要讓中國 你從現在開始 別想國產化晶片 這個更狠 真相不漏網